世界上那兩個較適合在旅行車上生活的城市是從購買食物、水、風景、晚間停泊、安全、沐浴、大小便各種日常所需。 世界上有些城市非常適合旅行車RV駕駛人士在車上生活,提供各種日常所需的便利設施。 以下是兩個較適合在旅行車上生活的城市,以及他們在購買食物、水、風景、晚間停泊、安全、沐浴、大小便等方面的優勢。 1. 美國波特蘭、Portland、Oregon 購買食物,波特蘭有許多大型超市和農貿市場例如Whole Foods,Safery和Portland Farmers Market, 提供新鮮的食品和雜貨。 2. 水 去多RV公園和加油站提供便捷的水埗級設施城市內亦有多個專為RV設計的站點,方便駕駛人士加水。 風景 波特蘭周圍有豐富的自然景觀如哥倫比亞河來谷、奧勒江海岸和卡斯卡特山脈,提供了許多絕佳的觀景和淘寶旅行的機會。 晚間停泊 城市周邊有多個RV公園和露營地如Jensen Beach RV Park和Columbia River RV Park,提供安全的停泊環境。 波特蘭的街道和公共場所對於短期停泊相對友好。 安全 波特蘭的治安相對良好特別是在指定的RV停泊區或和露營地。城市內有許多設施提供安全保護。 例如24小時安保和閉路電視監控。 沐浴 多個RV公園和露營地提供淋浴設施。 波特蘭環有一些公共浴室和運動中心。 旅行者可以載者旅付費使用淋浴設施。 大小便RV公園和露營地提供排污設施。 方便駕駛人士處理廢水和廢物。 城市內也有一些專門設置的排污站點。 供旅行者使用。 二、澳大利亞布里斯班、Brasbane、Queensland。 購買食物。 布里斯班由Colorsworth等大型超市。 提供各類食品和生活用品。 當地市場如Brasbane Marcas也提供新鮮的農產品。 水。 布里斯班的許多RV公園和露營地提供水補給設施。 城市內有許多加油站和專門設置的水站。 供旅行者加水。 風景。 布里斯班靠近黃金海岸和陽光海岸有許多美麗的海灘和自然景點。 提供豐富的戶外活動選擇。 晚間停泊。 布里斯班周邊有許多RV公園和露營地 如Brasbane Holiday Village和Numark Gardens Carlin Park 提供安全的停泊環境。 一些指定的公共場所和停車場也允許短期停泊。 安全。 布里斯班的治安藏放良好特別是在指定的RV停泊區域和露營地。 多數停泊區域和露營地提供安全設施。 如24小時安保和監控系統。 沐浴。 布里斯班的RV公園和露營地普遍設有臨浴設施。 城市內有一些公共遊泳池和健身房。 旅行者可以在者旅付費使用臨浴設施。 大小便。 多個RV公園和露營地提供排污設施。 方便旅行者處理廢水和廢物。 布里斯班有一些專門設置的公共排污站點。 供旅行者使用。 這兩個城市載提供旅行車生活的便利設施方面表現出色。 滿足旅行者的各種日常需求。 使他們能夠在車上舒適地生活和旅行。 問題最嚴重及最多因經濟問題而被迫長期居於汽車上。 有那幾個大城市。 在美國。 住在汽車上的現象在一些大城市中特別嚴重。 以下是幾個因經濟問題而被迫長期居於汽車上的情況最嚴重的大城市。 洛杉基。洛杉基的住房價格和租金非常高。 許多人無法負擔固定住所。 該市的無家可歸者數量也非常多。 其中包括許多住在汽車上的人。 舊金山灣區。 舊金山和周邊地區的住房市場極其昂貴。 許多工申階層和低收入人士被迫住在汽車上。 當地的科技產業發展迅速。 吸引了大量高收入人才。 進一步推高了房價。 西亞圖。 隨著科技公司如亞馬遜、微軟的發展。 西亞圖的房價和租金大幅上升。 導致一些人無法負擔住在固定住所。 只能選擇住在汽車上。 紐約市。 雖然紐約市的住房情況相對其他城市來說更加多樣化。 但仍有一部分人因高房租和生活成本問題被迫住在汽車上。 波特蘭。 波特蘭也面臨住房危機。 房價和租金上漲導致一些人選擇住在汽車上。 這些城市的共同特點是房價和租金高昂。 住房供應短缺以及收入增長跟不上生活成本的上升。 這使得一些人被迫選擇住在汽車上。 政府可以取的措施。 當地政府可以通過以下措施來改善這種情況。 增加負擔得起的住房供應。 經建更多的供應房屋和提供租金補貼。 確保低收入家庭能夠負擔住房。 提供臨時住房和支援服務。 為住在汽車上的人提供臨時住所。 基本生活設施和社會服務。 幫助他們過渡到更穩定的生活環境。 改善收入保障。 提高最低工資和社會保障金。 確保工薪階層和低收入人士有足夠的收入來支付基本生活費用。 包括住房。 控制房地產投機。 通過政策限制房地產投機行為。 減緩房價和租金的過快上漲。 社區參與和支持。促進社區參與。 鼓勵公民和企業參與解決無家可歸問題。 共同創建更多的支持和資源。 好了,這條片到此為止。下星期再見。 感謝您觀看此影片。 如喜歡此影片,請免費訂閱。 點讚、留言及傳閱。謝謝您。 我請教您,請拿點。 靠近日視頻。